今天是2023年11月10号 我是起天的委员 那也是一样到那个交易的检讨的部分 因为我今天单已经做完了 那今天跟大家回顾一个蛮经典的手法 我们之前在脸书 这个7月18的时候也有说到 然后这个算是只要有听我的课 就是跟我比较熟 就会知道就是我常常会做的一个策略 那其实是比较大周期 因为说一个月可能只会出现一两次的机会 甚至不会出现 但是每次出现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一两天之内可以收单 然后我自己蛮喜欢 然后觉得虽然要等很久 但是出现的时候 回报率相对很高 胜率也很高的一个策略 对那其实 认识的人都知道 就大部分我在做交易的时候 都是看惯性 那其中有一个惯性就是 我判断它是不是在涨 是不是在涨 就是像这个日K的高点比昨天高 地点也比昨天高 对我来说这就是涨势 那涨势到底会持续几天 这件事情 那很简单可以做统计 那像我们统计就是连续涨 涨大概第七天之后 那通常都会陷入整理 线路整理就是它可能还是会创高 但是也会破底 或者是它会压缩了之后 过几天之后 它会破前几天的低点 然后震荡完之后再继续上去 所以这不代表说 它就直接从多方转空方了 只是涨多了本来就要休息 所以这个可以视为就是 涨多少天之后容易休息 那休息之后就是涨不上去 可是也不一定会跌下去 但是总是会有一个拉回 那涨不下去 涨不上去的时候 就是过去某一关的时候要做什么 通常就是做卖方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上涨的时候去做 SD的策略 单做SD它如果一直在刚刚震荡 时间价值不一定会说得很快 它才有一个目标 那对我来说目标是什么 就是破昨天的低点 所以你看从这里开始 我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 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 这第二天 这第三天 这第四天 然后这里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对不对 已经连续八天 没有破前一天的低点 所以呢 第九天的时候 我就认为可能会有做空的机会 那昨天夜盘是不是趁机拉的很高 所以昨天夜盘拉上去的时候 我就想那我要来做SEICO 然后想办法破破低点 那甚至我如果画面大周期 我就认为它会回测 原本是压力后来变成支撑这个地方 然后震荡测试一下之后再上去 所以目标就很明确了 在拉高 时间价值高的时候 我去做SEFO 然后结束了之后呢 一当目标 我就平常 那当然了 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那就是固定收好停顺 就结束了 那最后大概两三个礼拜 会出现一次的交易机会 那也就是用统计的结果来做 那当然只说这个很难不够 因为有时候 有人会贪心 所以我认为他这样下杀了之后 他之后会不会继续下杀 我是不是要报久一点 因为像我都习惯去SE 一种150-200的call 那我SE完之后 他缩了一半了 我要不去把我帮到他变成3分之1 4分之1 这时候我就会辅助看一些东西 那你看一下我们 东西小级这里 可以看各种不同的 那之前有介绍过 像你看昨天是13.56 极端低当日涨 极端低当日涨的状况 隔日涨跌分布 哎居然超过6成是会上涨 所以你看哦 这是一个逆势的策略 我认为他涨不上去了 所以我去Stata 那有一个目标价 我认为他拉回 他拉回之后 台阶的结果告诉我 那个我如果多看VIX 他之后还是会涨 所以我就知道说那我当然不能续报吗 我一拿到目标价 说不定一爆量 他就是怎样 我应该出掉的时候 甚至像是今天他今天开 开开了之后 我已经马上告诉我一下直接出掉 这个时候做什么 但是先做多啊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的123日 他容易上涨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那我当然就是按照统计的结果 来执行这个策略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很多人在学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把它结构变成 不同的数据统计的结果 然后呢 你再按照这个结果说 有六成的几率会上涨 那有六成的几率会上涨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当然是操作多方嘛 对不对 除了我看到其他的现象 跟其他的状况 好 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快速就分享 这样子 让大家知道说 你怎么利用统计的结果 来把它变成策略 然后来做执行 那当然了 这不是什么操作建议来跟你说什么 你接下来今天做多一定会赚钱 不是这样的 而是用统计的结果 喷通完状况之后 知道接下来适合执行 怎样的策略 那当然了 更多细节就是你要执行多少 你要用什么商品来操作 甚至你要报多久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数字 来划出来的 好 那希望大家 周末愉快 然后交易都顺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